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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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国有或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必须编控价 说非国有了吗 说的是国有吧 国有资金呢 是不是在编控价 没说非国有哦 哪里啊 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是控制价的五点理解吧 有没有 找到多少页 招标控制价那几点理解 有没有 多少页 也说的是国有 说非国有了吗 没有啊 就说的是国有啊 好 第四个 招标控制价应该在招标文件中公布 在招投标的过程当中不应上调但可下符 上调下符都不行 公布出来就不能动了 最后一个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高预控制价做配标处理 对的 不能招高预控制价 第二题 招标人经复核认为这个招标人没有按照清单的规范经编制控制价 控制价顾不够后 多少天投诉 五天 好 这样几道题我们就不够了 看招标报价三回 一来一十四页 下来关于招标报价编制说法正确的是 招标报价由招标人自主确定但必须执行机架规范强制规定 对的 招标人的招标报价不能利于什么 对的 按招标人提供的清单贴报价格 有没有这条 找一下 找一下这个是哪里 报价原则的六条吧 报价原则是六条吧 多少页 四十四吧 报价原则六条有没有这条 按清单贴报价格是吧 按国家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布的计价定额不能参照企业定额 正好错了 就应该参照企业定额自身报价了 应该以事公办机务措施作为报价的基本条件 对 要结合自身 这是一道题 然后差不多再往后找两道 第六题 根据计价规范关于投标方向说法 错误的是 三类金额按照招标公平量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不得变动 对的 专业工程单贴报价必须按照招标公平量清单列出的金额填写 对不对 三贴报价对不对 对的 既日公按照招标文件中的数量和单价计算总费用 既日公是按照清单中的数量单价自己定的吧 单价是自己定的 还错了 这个C错了 接着第七题 根据计价规范采用无量清单招标的工程 投标人在报价时不得自主报价的事 我都问你好几天了 每个不同自主报 安全明示公费 在这金额 这个我们都做到这儿 就是计价这一块 最后一个内容也是最多的 就是内容最多的 这块我们最少 因为老师都讲出来 这块内容非常多 计量和支付 而且分值很大 今年合体的还多 得十多分 我们就按十五分准备就好了 这块挺多的 他讲什么呢 首先这个计量 这个投标人应该施工单位开始干活了 承包人 干活以后呢 那你干的数量是不是都给你算钱呢 不一定吧 他得先计量 计量完了之后 怎么算钱怎么支付 就讲这个问题 考点第一个就是工程计量 第一句话 除专用合同条款令 有约定外 工程量的计量按月进行 这是今年新书新家的 就统统都是按月进行计量 计量的原则 这三条比较重要 第一条 按合同中约定的计算规则 图纸及变更指示进行计量 就是具体计量的规则呀 图纸呀变更呀 都看合同中的那个规定 第二条 对于不符合合同文件要求的工程 承包人超出图纸范围 或以承包人原因造成反攻的工程量 不与计量 超出图纸范围以外的 和承包人原因造成反攻的不算 第三 如果发现清单中出现漏像 工程量计算偏差 以及工程变更引起工程量的增减变化 应该据实调整正确计量 这是计量原则 有这样的三条 我现在有一点考试 他说 图纸当中这个灌注装是21米 承包人呢做了22米 经理工程师没有提出质量问题 然后问你按多少米算 21米吧 图纸卖的不算 计量的继续有这样三条 指量合格证书 就是你做完的这个工程 得达到合同要求的标准 对 这个经理人发了指量合格证书以后才能算 不是你做了多算 得达到合同中的规定 要有证书 第二 计量规范 技术规范 在计量的时候要参照合同中说的那个计量规范 技术规范是什么 我们参照什么进行计量 设计图纸图纸以外的不算 好单价合同计量这句话是最主要的 工程量必须以承包人完成合同工程应与计量的工程量确定 再读一遍啊 首先给承包人完成 完成的得是合同范围以内的吧 还得应与计量还得给你算才行 好就是单价合同计量 计量的程序呢 我没有具体写这个呢 你可以回去看看书什么19号上报上个月 25号上报上个月 19号到20号 这个你自己表解 这个不太重要 你都不看书了啊 那么我刚才讲应与计量 还得给你算 什么叫应与计量呢 计量的范围 计量的范围 计量的范围有三个 就是监理工程师一般指计量这三个范围 清单中的全部项目 合同文件中规定的项目 工程变更项目 有所谓项目吗 没有 就这三个啊 计量方法 这六个我就不念了 这六个具体是哪个 还得看合同中说是哪个才是哪个 具体是哪个 得看合同中说是哪个方法 总价合同计量 就比去年的数简单 他说 按月计量并支付合同 总价合同 这个计量的程序和单价是相同的 可以分数对比下 我提练的是一样的 那么采用支付分解表径计量的话 按合同约对 好就是计量这块啊 接着是合同价款调整 这块内容非常多 这块内容呢 就是讲价款调整 会涉及到价款调整有15个方面 我下面都列出来了 法律法规呀 变更呀 清单缺项呀等等 这15个方面 其中我标星号的是叫设计到计算的 就是有难度的 其他地方呢 就是完全按条款按规定 我们一个一个看啊 法律法规变化导致价款调整 这个规定是怎么说的 咱们来读一下啊 投标截止日前28天 或者签订合同前28天为基准日 其后由于法律变化导致费用增加 公期延误由谁承担 发包人 承包人造成公期延误 延误期间法律变化 费用增加和公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为什么由承包人承担了 因为是承包人造成的公期延误延误期间 法律变化了 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 按总监按约定的这个处理 按约定去处理 这是法律法规变化导致价款调整 具体是怎么怎么来处理的 好 那么项目特征不符 项目特征呢就是这个跟前面是一致的 有这样两句话比较重要 发包人对清单项目特征描述 应被认为是准确和全面的 就首先发包人特征描述要准确 当项目特征发生变化后 发承包双方应该按照什么来确定 实际施工的项目特征重新确定价格 是发包人确定还是承包人确定 还是双方一起确定 双方一起确定 好 项目特征不符主要就是这个规定啊 清单缺项 清单为什么会缺项呢 有这样三条原因 一个是设计变更 一个是施工条件改变了 一个是清单编制错误 导致清单有缺项 那么清单缺项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下面有三条规定 好 第一条 合同旅行期间 由于招标工程量清单缺项 新增分布分项清单项目的 按照规范中工程变更相关条款 确定单价 调整合同价款 第一条说什么 什么决项呢 增加什么了 新增什么了 第一条说的是什么 新增分布分项 新增分布分项 是怎么处理的 按照变更的相关条款 确定单价 调整合同价款 第一条说的是新增分布分项 就是原来清单中没有 现在新增分布分项了 第二条 新增分布分项清单项目后 引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的 按照规范中变更相关规定 在承包人提交的实施方案 被发布人批准后 调整合同价格 第二条说什么 新增分布分项 导致什么跟着增了 措施 怎么处理 跟刚才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按照变更的规定 没错 还需要有一条什么 承包人需要把这个方案 报谁批准以后吧 要经发布人批准以后 才能够调整 好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由于招标分量清单中 措施项目缺项 说是措施缺项 承包人应该将新增 措施项目实施方案 提交发布人批准后 按照相关规范调整合同价款 这个是不是跟刚才说的差不多啊 也是措施有变化有增加 那么也是需要怎么样 经过谁同意 方案 发布人同意以后才能调整 好 这三条 针对的是清单缺项的具体处理条款 待会我们做题的时候 要知道 他考的是这儿 给他怎么应用 接着 接着就是供量偏差了 要算的啊 供量偏差我先说下 是什么偏差 就是 清单中的数量 跟承包人 跟承包人施工中实际完成的数量 就没有问题的计量以后确认的数量不一致 叫偏差 好 就是你干完活了 人家 也 建理工程师也认为没有问题 也承认了 但是这个数量和清单中的量不一样 叫供量偏差 好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处理的啊 当供量偏差超过百分之十五时进行调整 换句话说 如果供量偏差没超十五调吗 不调了 怎么调到后面 当供量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时 增加部分的供量综合担价调低 当供量减少百分之十五以上时 减少后剩余部分的供量综合担价调高 我自己举个例子 你看就明白了 看大屏幕 比方说 清单中的量是一百单位 实际施工的一百单位 然后他对用的价格是十块钱 可以不说价钱就行 那清单中的量是一百 那实际完成又确认的量是一百三 怎么办 多少条多少不条 一百一十五用 比方说十块钱 一百一十五用十块钱 多的那十五呢 价格调 调低吧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再比方说 清单中的量是一百 对用的价格是十块钱 然后实际施工的量是七十 它量少了 怎么说的 刚才那个 减少后剩余的多条吧 整个七十对用的价格往上调吧 这超过十块钱 就这个大原则是这样的 好 这个问题吗 我解读的没问题吧 那是一致了是吧 那咱们具体做一道题 你把书翻开 翻到二百五十九页 这道题比较简单 其实我一说你就会 我想通过这个 这道题往下讲 别的 3072-1 259页 某独立土方工程 招标文件中 估计的量是一百万立方米 合同规定 土方工程的单价是十块钱 当实际量超过贵量百分十五时 调整单价 单价调到九块钱 工程结束的时候 实际量一百三 问你结算价款是多少 有多少不用调价 一百一十五用什么价 不用调就是一开始的价 什么价 十块 一百一十五以外的那十五用什么价 九块 两个求合适就行了 啊 这个题简单在哪呢 简单在超过一百一十五以外的那十五 他已经说了用九块钱了 如果他合同中没说那九块钱的事 我又超了该怎么定价 这价格怎么定呢 所以就有一个原则 就是要讲这个内容是在二百六十页上方 开出 二百六十页上方有三四五三点 这三点呢就是讲那个九块钱没说怎么处理 我在咱们的材料上画一张图形 你可能会现在看不懂 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就是那个横轴带箭头的这个图形 大家一起看下屏幕啊 我现在解释就是九块钱没说的时候 怎么按日规定确定超过部分的价格 看下屏幕啊 我这个带箭头的线呢 是招标控制价中某一个项目的价格 不是总价控制价有具体构成 招标控制价里面具体某个项目 加个片表示 控制价里面就是招标人给的价 然后把这个轴呢 找两个点分成三份 这两个点是具体算的 这个是价格低一点 一个低的点 这个是一个高的点 这个是能算的啊 然后看报价 报价是招标人给的 大家说 投标人的报价是不是可以处处的区间是三种可能 一种是刚好报在中间了 报价 一种可能是报这边了 一种可能是报这边了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说啊 比方说刚才那个例子 嗯 刚才那个例子 清单中是100单位立方米 对应的价格10块钱 现在实际完成130 9块钱没说 他没说这9块钱啊 现在我们就想确定 115以外的那15用什么钱 用什么价 好 如果你报价 在中间 刚好在这个中间这个区间 这个中间区间 属于固条的区间 什么意思呢 具体说 你报的10块钱 刚好处在中间了 这个价能算 这个价能算 具体怎么算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个低一点怎么算 P2这个 这个P2控制价 会告诉你 乘以1-下伏率 这个大L叫下伏率 再乘以0.85 这个下伏率会告诉你 这什么意思 下伏率啊 我在前面讲 招标控制价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是 招标人定的最高价 头边的报价只能比它低吧 只能比它低 就会有下伏率 所以在每一个组成项目的时候 你都得考虑下伏率问题 尤其是下面这个端点 好 这个公式算的是低点 高点怎么算呢 P2这个乘以1.15算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说那个规定 就这么算的 两点确定好了 现在呢 你报的10块钱 刚好处在中间了 听懂了吧 刚好处在中间了 怎么说呢 115用10块钱 是跟刚才一致的 前面不矛盾 那撑住的15也用10块钱 为什么呢 10块钱在不调的区间 处在中间了 这就是规定 听懂了吗 什么前提 10块钱在中间 好 我再说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报的比较高 10块钱 比这个高点还高 在高点的右侧 有可能吧 10块钱有可能 在高点的右侧 那我该怎么处理呢 前面的原则依然有效 依然15还用10块钱 但超过的那15 就不能再用10块钱了 最高点呢 我们说不能超过这个 这个高点 15就用什么价格了 15就用这个地方 就用了价格 什么 什么前提 10块钱在最高点的右侧 比高点还高 收敛到最高点 不能超过这个点 好 第三种情况 如果你报的价格比较低 10块钱处在这个最低点的左侧 比最低点还低 前面的原则依然有效 115还成10 可是那15就不能用这10了 那15得收敛到最低点 那15用什么价格 用这个地方的价格 低一点的价格 什么意思呢 它有一个区间 如果你报中间 就不调价 115以内不调 超过15也不调 就都在这 你报谁算谁 报哪算哪 如果你报两边 怎么样 报两边 115以内的都不调 但是超过115就收敛到端田 听懂了吧 我说的这个事针对什么问题呢 刚才那个超过115的15 这种的9块钱没有几 我现在是想确定那15 这种的价格 所以有这么一个区间出现 可以吗 做一道题试试啊 把例题拿出来 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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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3072-2的这个预题 某工程项 招标控制价的综合单价350 就是我刚刚说的P2 控制价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350 投标报价287 投标报价287 下幅率60% 是不是大写L吧 下幅率 然后问你综合单价要不要调 要不要调 是不是得看287落在什么区间了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形画一下 看大屏幕啊 这个轴我画出来了 这两个点是要算 算一下 第一点怎么算 350乘以0.94乘以0.85 没问题吧 算好之后是279.65 刚才怎么算 350乘以1.15 得出是402.5 现在287在哪 中间 不调 不管多少数量都用287 好解释吧 一百一十五以内不调 超过一百一十五的 也还是这个价 在中间了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问啊 这个是四位 某工程项目 庄标控价 中国单价350 报价406 406在哪儿了 哎 正好落外面啊 是不是啊 那一百一十五以外的 百分之一百一十五以外的 调到和谁相等 四百零二点五 好 第三问 某工程项目清单中的数量是1520 由于设计变更增加到一千八百二十四 增加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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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百二十 是不是得分一分 怎么分 嗯 十五以内的 就是一百一十五以内的 都 不调价吧 超过一百一十五以外的 那百分之五对应的量 要不要调 得看报价落什么区间吧 对不对 那五得看你报价在哪儿 他说 矿比价三百五 报四百零六 刚好过外面了 那就很清楚了 那百分之五的量 对应的价格调到和谁相等 四百零二点五 好 那我们做一下 这个价款到底是多少呢 看大屏幕啊 首先 看大屏幕 我怎么算的啊 1520的1.15倍 做调价吧 对不对 前面的规则是有效的 不调价用什么价 报多少是多少 报多少 报四百零六 所以四百六 加上超出部分 刚才讲超出部分是要 是有可能调的 但是要看报价在哪儿 1824-1520的1.15倍 是不是超出部分 发现你报四百零六 这个四百零六 刚好过外面了 那就和谁相等调到哪个点了 嗯 调到四百零二点五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改下题啊 这个人不报四百零六 他报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七是正好在中间 首先 这个地方依然成立 前面的是有效的 然后发现超出部分的价格 二百八十七 刚好在中间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二百八十七 或者直接一千八百二十四 所有的量都成二百八十七 不就最简单了吗 就是我刚才讲的 二百八十七在中间 不调 不调就包括一百一十五以内的 和一百一十五以上都不调 怎么样 行不行 接着第四文啊 第四文 某工程项目 招标物量清单中的数量是一千五百二十 由于设计变更 调整到一千二百一十六 减少百二十 减少百二十 刚才是怎么说的 数量减少超过百分之五十 是不是量剩下的全条 那整个一千二百一十六的量 是不是都得调价 那价格要不要条不一定 还得看报哪 他现在控制价三百五 呃 报价是二百二十七 二百八十七是刚好在中间 量定了 量已经定了一千二百一十六 价呢也定了多少 二百八十七 他还一成就行了 是不是 很简单 啊 这是调价 我们就讲到这儿 有问题吗 这是光量偏差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就把它讲了 一会儿集中做题 到时候别不愧 好 好 第下面 四十七也 继日工 这个简单 这个就是在呃 执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继日工的数量和价格怎么定就行 按规定啊 继日工的后面 任意 任意 计日工 项目实施结束后 承包人 应该按照 确认的 计日工现场签证报告 何时工程数量 并按以标价 顾量清单 或者预算 把那个货改成 或者的货 货预算书 预算书中的 继日工单价 计算应付款 把那个字改一下 货改成 或者的货 以标价 顾量清单中 没有单价的 由发承包 双方确定 好了 我们问一下啊 继日工当时 就是我们说的 调整当中 这继日工的价格量 是怎么定的 什么量 现场核实的数量吧 哪个价 以标价 顾量清单中的量 或者是预算书中的 那个价格 是不是啊 这简单了 价格量都定了 而下面是市场价格波动 也就是物价变化了 物价变化 比方说一开始 合作中定的价 和实际的价差距比较大 那就得出现要调整的问题了 有几个方法可以用 书上介绍两个 第一个叫价格调整公式 也叫调值公式法 就是说合作中说 出现物价变化 我们需要用调值公式法来算 那怎么算呢 这公式我写在下面了 DartaP 你把这个三角号 写在P的前方 DartaP 是要调的价差 什么叫价差呢 我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 原来的合作价五百万 调整以后变成五百五了 DartaP就是五十 听懂了吧 加差 等于P0 P0是原来的合作价 乘以中括号 A A是不可调整部分 所占比重 什么叫不可调整部分呢 说白了就是物价没有发生变化的相应部分的比重 物价没有变就不用调了 加上小括号 B1B2一直到BN 是可调部分所占比重 什么叫可调呢 说白了就是物价发生变化了的相应部分的比重 好 那我想问个问题啊 A加上B1加上B2 一直加到BN 是不是应该等于百分之一百 对不对 你要么没变 要么变 A是没有变化物价 物价没动的 不用调 B是物价动了的比重 是不是应该求和正好能一页 好 括号里面 B1B2BN的后面又成了一个分数 分数的分子注意了 是变化以后的现行价格 变化以后的啊 价格或价格指数 分股是变化以前的机器价格或价格指数 好 简一中括号 我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B1的后面说了 物价上涨了10% 那后面的系数应该是多少 展过以后的价格出于 展过以前的价格 是不是应该等于1.1啊 对吧 后面系数就1.1 反过来说 物价下降了10%呢 0.9 对不对 后面的系数 咱们再做一道题就会了 你把面线拿出来 做一道 先做一道 在119页最下面的第四题 某工作项目 合同约定采用调制公式板净结算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调制公式 合同价50万P0 其中可调部分人工费占15% 材料费占60% 其他为不可调部分 那么不可调部分占多少 25 结算的时候 人工费价格指数上涨了10% 材料费价格指数上涨了10% 是不是后面系数应该是1.1和1.2 然后 单项目应结算的价款为 我想问了啊 应结算的价款为是价差呢 还是总价 总价 可是我给的公式是价差吧 哎 不能直接用 把谁给去掉 中括号里面有个-1吧 把这个去掉是什么 咱们靠着做一遍啊 看大屏幕 好 我用P后代表调过以后的总价 等于P050万 乘以中括号 A是0.25吧 对不对 不可调部分所占比重 加上小括号里面 0.15是一个 0.6是一个吧 0.15是人工费 人工费 后面讲上涨了多少 10%那乘1.1 加上0.6的这个后面要乘1.2 小括号 拍点1嘛 不减中括号就行了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就调制工程把它算 结算价款的 就这么算 要不我们休息一下 后面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要讲的细一点啊 因为这块分值比较重 所以大家要坚持一下 休息一会儿 大概10分钟 好 好